回到这里 说一说现在内地又禁止了 台湾地区某些产品进入口 有些人说这是政治原因 其实中国大陆海关总署 其实就讲清楚了究竟是什么原因 大陆方面就讲了 你的注册信息就不完整 某程度上发生的事情就是 台湾地区可能有很多货 一直都是用水货的模式进入内地 包装也没有为内地做一个版本 包括了什么呢 我的理解就是 新近中招的就是黑松沙士咖啡那些 其实年初的时候或者年中的时候 禁止了石斑鱼、白带鱼、竹甲鱼的输入 那个情况就是因为 他们的水产加工厂 就有些黑厂 又有些黑户去养的鱼 根本写在哪里来的鱼 就不是那个长样的 这个就是台湾地区 他们某程度上自己做了自己 就被内地撿到手照 就被大陆撿到手照 大陆方面 很认真地讲 拿正来做 按本子办事 一定要禁止某些东西的 因为你乱来的嘛 对不对 黑松沙士那些 我认为他们就是用台湾地区的版本 直接送去大陆 这样是很容易出事的 其实香港维他奶也试过出事的 所以如果台湾地区那边 现在的媒体就说大陆打压他们 我又认为不是这样的 就是有很多东西 你看到就知道了 就是香港 用港版维他奶 运上大陆 试过拉几次了 为什么会拉几次呢 因为香港版本的维他奶 就多很多营养 加了下去 就是它是加了料的 就是香港版本是 和内地版的维他奶是不同的 就是内地版的维他奶 没有那么多营养成分的 香港版本就加了很多东西 就是有些人就说 那就要抵制维他 我就说不需要 就是我到现在都不会说 什么抵制维他 你们喜欢抵制 你们抵制 远关我事 我是一定不会抵制维他 那情况是怎么样呢 就是 除了这个黑松沙士之外 还有其他的 就是大西洋公司 大西洋公司就是 果西打 Apple西打 它叫Apple Citra 它的名字很有趣 它是黄色罐那一只 我的看法就是 如果你用台湾地区的版本 直接运到大陆 又不跟贴纸 就标示 那很可能是会出事的 那现在还有就是 台湾地区 递交了一些 就是注册的东西 就四百多件 那119件已经注册了 剩下346件 那个保件资料就不对 那要改资料 再提交多一次 现在知道的情况 就是那些文件 相关标示和文字 不符合要求 比较多 那 就是台湾地区 有些做生意的人 很奇怪 他就说不符合要求 到底情况是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 其实很简单 正体字或者繁体字 你们讲正体字 其实就是繁体字 用繁体字标示的 那些成份 或者那个标签 是不行的 在内地其实是 所以你根本就是 如果你要送去内地 你要返回贴纸 贴上去的 就像返回外国 其实很简单 我的看法就是 台湾产品返回外国 都要贴上英文标签 对吧 那你就做个 简体字的标签 贴上去就可以了 再去补回那个注册资料 就可以了 就是 就是 现在 台湾啤酒 泰啤酒 都不准了 就是 这个又是跟那些标签有关 我相信 和那个注册的资料 就不完整 就是 有些资料 没有跟进好 还有他们威士忌 那些东西 暂时是禁止输入 还有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 京都念慈庵的琵琶工 因为有台湾版的 京都念慈庵 台湾版的 就不可以由台湾去内地 香港有自己的 就是京都念慈庵 那 那 下个来 现在台湾地区那边 就估计会有更多产品被禁 我就认为 只是拿正来做的 只是 每一间公司 那个不准 运转到内地的情况 都不一样 现在说出来 有哪些公司就受到影响了 金门走厂 就做茅台那些 就是金门茅台那些 其实 很老实说 你说是否打压 我到现在都不认为是 真的对不起 金门不是茅台 对不起高粮 我搞错了 就是说错了 那 还有 金车股份 台湖精用 台湾烟酒 台湾烟酒 其实就是专卖局 基本上 另外 统一也有份 不同类型产品 不同生产地址 是要分开登记的 其实现在中国大陆的要求 我相信有很多 就是台湾的企业 就没有做这一件事 所以现在有办法 就是 之后要再处理 就是 台湾地区的 专卖局 台皮 那些 就是台湾啤酒 那些 其实 最主要的 出口市场 就是大陆的 没错 它在外边也有人买来喝 就是我们这里 也有些人会买 台湾啤酒 来喝的 尤其是台湾人 私香也会买台湾啤酒 但是 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 现在的推测就是这样的 台湾代理最初写的资料 就是写作文国 现在估计就是这样的 就不是写中国台湾 之前没有问题 现在要改 我的看法就是 改 就应该可以继续买 但是 那个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 台湾地区 刚才我说的 烟酒 台湾烟酒 它是专卖局 来的 你说台湾这个专卖局 它是 就是台湾地区的政府控制的 它会不会写 中国台湾 就不写中华民国呢 那我就告诉大家 它一定是写中华民国的了 它宁愿就不出去大陆的 所以 是 跟官方有关的 这个是台湾地区官方有关的 的企业呢 他们就处理不了这个问题了 我相信 如果跟这个 产地的资料 那个问题有关的话 就是台湾地区的烟酒专卖局 就处理不了这个问题 那么 处理不了这个问题 那么 他们的货 唯有就是运来香港的 就是 香港是不理你这些东西 但是 香港不理你呢 是时间问题 我告诉大家 因为香港有一帮政棍 很疯狂的 就是台湾地区 用菠萝来 都说 用台湾的毒生果来 那些 其实 香港 老实实 是自由贸易的 如果你说 那个产品 它符合那个标签 应该是OK的 那么 如果你说 要 就是 在香港 都要说 一定要写中国台湾 那么 那些专卖局的东西 就不用想了 我的看法就是 好了 这抄就说 其实中国现在对 商品的标签要求非常严格 2016 他们公司 因为 牌子标签上面的说明 夸大了一点 就被中国罚钱 说它就是誤道 过分夸大 那个产品的医疗成分 这样 那么 那瓶痴央就说 陈吉 还傻哈哈 说去 WTO 告中国 其实 现在要看看究竟是什么事 如果真是 中华民国和 中华 中华民国和 中国台湾的问题 就是 专卖局那些 就处理不了了 他们一定 不会这样写 中国台湾的 我老实跟大家说 就是 就是 就是台湾烟酒那些 他一定是写中华民国的 这个是他们 都有原则的 就是 这个台湾烟酒公司 就是 他们以前 就叫做专卖局 就是 以前是专卖局 那 那 现在台湾 啤酒他们 12月 就是去大陆的 订单全部都停了 现在是 还有 如果真的一定要写 中国台湾 他们不会写的 就是我说句真话 就是 如果你 这样写也不是很对 那 那 河虎就说 其实我觉得香港要收台湾货 也要写中国台湾 其实 香港 就不应该牵涉在这些东西上面 就是 我的看法 就是和河虎是不同的 就是 我就认为香港 其实有很多东西 就是说真的 不要搞到那么 就是 就是 但是香港有些政棍 是一定会搞的了 就是 就是 没办法的 哈哈哈哈 那 车车车就说 其实现在在香港 在台湾的产品 都没有以前那么容易 其实我就说给大家听 其实香港 其实 老老实实 就是有些东西 就是你放过人 也是放过自己的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你放过人也是放过自己的 在香港就是 就是 因为香港 你始终都是一个 对外的城市 就是一个商务 就是一个商务 你是不是每个东西都要自上 链得正呢 那 那就 不太行 那 那 Terry 车车可不可以 先去了中国 再在内地 铁标签 是不行的 他现在在关口 已经截了你 所以是不能这样做 那 没办法了 丁丁就说突然外国政军 带出来表忠 他们一定会搞这些东西 如果他在市面上 看到有些产品 写着中华民国 我估计一定会中的 我告诉你 写着中华民国的产品 那他出来又撩过了 其实 又搞过了 我不怕跟大家说 郵票上 都是写中华民国的 那你是不是要不和台湾地区通邮 就是 这件事 就是有些东西 老实说 有些东西就算了 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 我也很老实说 那些东西是 历史遗留下来 你现在硬硬去搞 是没有意思的 实际没有帮助 你对统一大业有没有帮助 是没有帮助 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好了 那就算了 休息一会 回来 我们再讲讲其他话题 打反驳 真的 没有帮助 他 的 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